來簡單講解一下Alpha鎖定遮罩跟剪裁遮罩這三個東西的功能跟差別在哪裡 他們都是讓你畫圖的範圍限制在一定的形狀之內 但是有一些些微小的差異 我就用貓咪來當做示範 先畫上貓咪的底色,白色的貓頭 好了之後我現在想要幫他加上冰式貓黑色的花紋 第一個用法是我直接把圖稱選擇Alpha鎖定 然後換黑色來畫上花紋 那這樣子的確可以讓你畫黑色的範圍限制在貓咪頭的形狀之內 但是如果我要修改黑色花紋的形狀,我就只能洗取原本的白色來做調整 就沒有辦法直接把它擦掉 那如果今天要畫的圖案是比較簡單的色塊,可以用這個方式比較快完成 但如果今天我想要在白色的這個範圍裡面再加上一些陰影的修飾的話 像這樣子就會突出去,突到黑色花紋的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把它避開,因為它們在同一個圖層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選取底色的圖層 然後在新塗層這邊按一下遮罩 這邊就會看到有一個遮罩出現 黑色的地方就是遮住看不到的地方 白色就是你畫圖的時候可以看到的範圍 就是毛咪頭底色的範圍 這邊要點回圖層2的地方 這樣子一樣可以在範圍裡面畫上黑色的花紋 那因為它們在不同的圖層,所以如果我要修改的話 我就直接用橡皮擦來修改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要在底色這邊加上修飾的話 就可以很快速的畫出來 不會影響到黑色的範圍 那如果今天要新增遮罩的圖層 跟底色圖層是相連在一起的話 就是像現在這樣黑色花紋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直接新增圖層用剪裁遮罩 它就是用下方的這個圖層作為遮罩的形狀 那這兩個差別差在哪裡呢 這邊的話,剪裁遮罩的狀態下 它沒有辦法再新增遮罩 例如說我現在上面再新增一個剪裁遮罩 我想要在黑色範圍裡面再畫上咖啡色好了 它只會用最底下的這個圖層來當作遮罩的範圍 沒辦法用它當作遮罩範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是用這種遮罩的方式 我可以在上面做剪裁遮罩 這樣子畫的地方就可以限制在黑色的範圍裡面 那用遮罩的話還有一個用法就是 我可以改變塗層遮罩的形狀跟它的深淺 例如說黑色的地方是會被蓋到的嘛 我現在就用黑色然後在遮罩這邊畫上去 就可以看到這邊黑色多出來 就是又遮住了下方的這個圖案 但我一樣可以用白色來改變它的形狀 像這樣子就是讓遮住的範圍變少了 或是也可以用灰色來讓它變成半透明的狀態 這個就是剪裁遮罩沒有辦法用的功能 但是剪裁遮罩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假設我今天想要改變貓咪耳朵的形狀 我只要選底色這裡然後擦掉可以成圓形的 那上面剪裁遮罩的地方也會跟著改變 因為它是跟著下方的塗層去做遮罩的範圍 但是像這樣子的話如果是用遮罩而已 這樣就要重新選取貓咪的頭 然後幫它重做一次遮罩 大概是這樣那這三種沒有一定什麼情況要用哪一種用法 主要就是依照自己畫圖的習慣 跟你看你現在的步驟適合用哪一個功能來做決定